跨年夜不想人擠人看煙火 有人想揪親朋好友自己放 不過男男女女全部被消防攔查下來 因為裡面竟然都是未合格的高空煙火 一共四十八點九公斤 大量煙火被帶回對上 不只有發射器 遙控器 一顆顆拿起來 秤重的就是四吋煙火彈 火奔花有八核 共有兩百八十四發 翁信男子公稱他花了二十萬 想要跟朋友同歡 卻不知道違法 其實煙火也有分 民眾要買只能買一般煙火 而且要有任何標章 這類的專業煙火 由於要施放到高空 都要有發射器 引信 引炮管跟操作器 施放前要事先申請 專業暴熟煙火屬於高危險物品 也不能夠直接點火 更需要有專業證照的人才能操作 但在網路上打出高空煙火 各式各樣的商品應有盡有 翁信男子也是在網路購買 想來跨年 沒想到煙火還沒放到就被查扣 還得面臨三十到一百五十萬的罰還 提醒大家過年就快到了 千萬別為了放煙火被開罰 華視新聞 持有您 陳奕偉 新北市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